Hello 大家好 我是軒哥 今天官方宣布了最新的活動是關於火箭兵團市 活動當中也有推出一隻新的暗影神獸 以及一隻回歸的暗影神獸 現在馬上講一下高火戰隊入侵活動 即是10月26日星期四上五十點 至10月31日星期二晚上八點 首先第一個重點就是新的暗影真靈登場 鬼屍的眼睛真的特別紅 以及暗影一星團體戰 也有更新度 但都可以參考一下 部份也有色違版可以去追 以及大家要留意 高火戰隊的手下和鋼步活動 都會有所跟動 尤其是鋼步 如果大家還有鋼步的技能 還想追的話就要快點手 而不是的話 活動開始就會更換成其他暗影精靈 活動期間 高火戰隊在熱氣球 或者站的出現機率會提高 使用特殊招收集器 就可以將暗影精靈 忘記了遷路的特殊招式 大家記得洗了這招遷路 平時是洗不到的 只限活動期間才可以洗到 如果再錯過一次的話 可能要等到夏年才有機會去洗到 還有活動天的調查 主要都是神秘零件 12公里的彈池給大家參考一下 有需要都可以打降波 拿一隻12公里彈來敷衍 接著就說到兩大暗影神獸 首先先說一隻新的 暗影雷吉奇卡斯大神柱 之前已經推出了暗影三神柱 現在就推出大神柱 活動開始會領取一個特殊調查 即是12月16日就可以領取特殊調查 可能當日也不太空去領取 最遲都要在12月1日上午10時前領取 否則又錯失了一個超級火箭隊雷達 領取完特殊調查 完成任務 就要獲得到超級火箭隊雷達 然後找找把握打 然後打贏後 你就可以遇到暗影雷吉奇卡斯 比較常見的情況 就是拿不到最新的特殊調查 很大機會就是之前 關於火箭兵團的特殊調查就未完成 事先就必須完成舊火箭兵團的特殊調查 才可以領取最新的特殊調查 大家就留意一下 第二個比較常見的問題 就是暗影雷吉奇卡斯 什麼時候才會完結呢 話就說 最遲領取這個調查 就至到12月1日上午10時 但就不代表這個時間 就是雷吉奇卡斯的完結時間 雷吉奇卡斯的完結時間 就是等到官方宣布下一個 新的高火箭兵團活動 才會完結 即是有另一隻暗影神獸取代 它就會完結 就會消失了 這兩個問題就跟大家補充 總之在12月16日 就拿到最新的特殊調查 盡快完成 就可以去捕捉 就是暗影雷吉奇卡斯 今次活動的第二隻神獸 第二隻神獸的登場方法 都比較特別 就是暗影團體戰的特別活動 跟剛才提到的高火箭隊 入村活動的時間是沒有關係的 純粹是一個獨立的活動 所以大家可以獨立去看這件事 在10月28日 星期六上5時至10月29日 星期日晚上8時 傳說暗影五星團體戰 頭目就是暗影雷吉亞 都會開放色圍版 色圍版也很漂亮 加上暗影效果 就不能彈 土男仔是粉紅色的 普通的雷吉亞 就開放色圍版 但暗影雷吉亞 就是今次開放色圍版 大家就抹下兩天 就去玩一玩 大家記得留意一下 暗影雷吉亞這個活動 官方沒有提高出現 暗影雷吉亞的團體戰 也沒有提高出現機率 而且只限28日至29日 才會有暗影雷吉亞的團體戰 現階段已知就是這樣 而且這兩天 官方也沒有說 會給我們免費團體戰 入場券 所以最多 用免費券打 最多只能打三場 這裡就是以上的活動 大家最主要要留意 就是把武打 暗影五星團體戰的特別活動 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記得去記錄下 26日、28日、29日 這三個日子 就可以捕捉相對應的精靈 解一解任務 好了 我是軒哥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